在一個珍衡的舞台,帶到一位豬媽媽跟他三隻口味的小鴿仔鳥 豬媽媽每天辛苦, а豬仔鳥一天比一天大寒 不過什麼事情都不做,很笨蛋 有一天晚上吃完,豬媽媽跟他的豬仔鳥邀到他的面前 很嚴肅的跟他說 你們這麼大了,應該獨立成瓦了 但你蓋好自己的房子,這就拔出去吧 三隻豬仔,四人都沒想要拔出去住 也還沒想要自己擋手去房子 不過又不可以聽媽媽的話 所以他們就開始研究看什麼樣的房子來蓋 這時候,大高先開始蓋了 他修身找來很多杜草,蒜了一片空地 在中搭了一個很簡單的杜草廚 之後杜草用刷子白白的,就說 哈哈,我有在那裡出了啦! 湯到那邊邊跳 第二天,大兄拔去美的新廚 他兄跟小弟很好奇來參觀 他兄說,小弟你看,大兄的廚 也太簡單了吧 我要蓋一間更漂亮更舒適的廚 這個時候,兄弟走去山頂 撤了很多茶回來 故作,棒啊 還有一支一支的,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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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所以攝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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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非常用,不怕風吹,不怕漏風,還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啊 小弟每天都很早起來,一爪一爪去拔著頭回來 對著一堆,還有一堆一堆跟打著一屁拔 兩個哥哥在旁邊在笑,啊!只說我才會這樣做啦 小弟沒要插面,也是整天很認真地感受 兩個哥哥都在睡了,他又在那裡霧,又在那裡霧 就這樣,過了三個月,小弟的房子也開好了,喔!他有夠高興耶 有一天,來了一個大野人,大兄看到,怕到死 雖然他的草仔味道,大野人,嗯嗯,笑兩聲 鄉鄉,鄉鄉本一口氣,就把大兄的調操櫃倒起來了 大兄之後,走路去 大兄走路走去哪裡,當然是走去二兄他們走囉 哪走哪走,弟弟啊!快開門喔!救人喔!救人喔! 喔!喔!這個時候,二兄開門一看,一隻大野人在那裡霧,趕快 趕快讓大兄入去,把門搜到好 大野人,對到門前停來,心來想說 哈!你們叫是插頭廚,可以撞掉我嗎? 他,鄉鄉鬼一個門,撞去,砰!一聲 插頭廚,就讓他撞到倒去了 哇!這個時候,大爺到二兄,又繼續走囉 走走走,可以走去下去 當然是走去小弟他們家啦 走到屁屁串,跟小弟說發生的事 小弟快把門關起來,湯仔門也收好 然後,有主持人跟他們說 不用怕啦,沒問題了啦,看我厲害 大野人,這是騎在小弟的大門前 他知道,家裡有三隻好吃的豬仔在裡面 嚴格他不知道怎麼吃的手機味啊 他只好用他進展的老方法 先大力,從門來崩起,哈! 結果,什麼好過都沒有 大野人這個時候,感覺是在看得到極了 喔!他又說,啊!不然都撞就好了啦 大力,衝衝衝衝,砰!一聲 唉!奇怪,不是一早而已 怎麼會看到整個天空都是猩猩的 原來是,把自己撞一個翁而已 啊!比較清清了,看了,這間房子怎麼還在呢 哇!這個時候,他真的中夾了 隨從去找一支公圖 大野人呢,拿去公圖,很大聲 哇!啊!這支公圖怎麼回去? 還在大門還在那裡,說到頭上 哎呦!疼死人了啦! 大野人,哭到很大聲 唉!他真的沒辦法啊 他只好在那裡插插插插插 要請三隻豬子做回去去看 這三隻豬子當然很聰明啊,也很團結啊 喔!他們就沖沖到外面,滿了很多蓬哥 過一隻大野人來了 三隻豬子,他們已經嫁過好了 所以喏!全都爬去蓬哥牆子上 大野人,真不了解說 啊!你們早去牆子上是要衝啊? 小弟說 吼吼!我來吃蓬哥咧!你要來一顆嗎啊? 哇!大野人,搖到一隻樓上 就說,好啦好啦,來一顆啦! 小弟,搖一顆大蓬哥,牽下去 哇!這個蓬哥 煙了三坡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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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野人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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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隻豬子,賺這個機會,趕快走到他們到 大野人,起到要死,還撞回來 他,寫了房子,想想的說 哈!我沒有煙囪裡面跳就不好啊 我才可以煙固裡面做將豬子一塊一塊啦 哇!小弟看到大野人有這個鑰匙要燒掉 水電火 哇!這個時候,大野人沒有小心,八到一塊一塊 搬來都要塞在火爐裡面 火爐燒到腳踩都燒火爐 然後那個煙 分到整個人都不會穿去 整條捏都燒到沒了 他們怎麼走好 夾了那個捏要走了 他就不可以再找什麼 這麼大的麻煩了